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 当他学习的时候 他突然间想到昨日查到的关于灭狐室投资项目的相关资料 他本来想要告诉路易的 可是昨日居然将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记了 他不禁懊恼 昨日一直沉浸在喜悦之中 以至于将这么重要的事情都给忘记了 路易不止一次提出让他管理灭狐室投资项目 莫非他看到计划书后已经决定投资了吗 可是 当下的情况根本不适合投资 想到此处 今夏立刻拿出手机 给路易发了条微信 问道 你在哪 有事情想要同你商量 路易看到今夏的微信 笑了笑 回复道 公司 今夏疑惑地问道 今日不是放假吗 路易道 加班 今夏道 那我去找你吧 路易道 好 路易来接 今夏简单换了身衣服 便来单位寻路易 可是 他却忘记了自己的小车还在单位内 看来 只能坐地铁了 他刚要出门 路易的电话便打了过来 有些急切得道 我去接你 今夏道 不用 我已经往地铁的方向走去了 很方便的 路易道 你在哪呢 把位置给我发过来 我去接你 现在是疫情期间 不可以去人员密集的地方 今夏道 我戴着口罩呢 大家都是这样做的 路易再一次强调道 我去接你 今夏便不再拒绝 而是给路易发了定位 让路易开车来接 今夏站在马路旁边 正在摆弄手机打发无聊的时间时 突然间响起了两声汽车按喇叭的声音 今夏抬头 便看见了路易的车停在他旁边 今夏立刻上车 系好安全带 路易看着今夏 心情大好 开车向单位的方向驶去 今夏笑呵呵地看着开车的路易 不禁着了迷 路易虽然没有回头 但是也感觉到了今夏的眼神 忍不住问道 看什么呢 今夏笑呵呵地回复道 看你呢 我怎么感觉今天的路总格外的帅气呢 我发誓 这可是我的真心话 路易道 你的真心话 我倒是经常能够听到 算你有眼光 今夏笑嘻嘻 嘚道 那是自然 我眼光向来好 小甜蜜 因为是周六 今天来上班的人很少 今夏便也不扭捏 直接陪着路易来到了他的办公室内 路易坐在办公以上后 从抽屉内拿出了一个小零食 丢给了今夏 笑着道 尝尝 看看你喜欢吗 今夏拿过小零食 上面写着小甜蜜 不禁好奇地问道 路总 你怎么也喜欢吃这种小零食 我不喜欢吃 我拿来喂小野猫的 路易哪里会喜欢吃这些小东西 他是看淳于敏经常买这些小玩意 便觉得今夏也会喜欢 才带到办公室的 今夏听出路易口中的调侃意味 但是却也不生气 而是继续品尝着小零食 自言自语道 果真如同他的名字一样 甜甜蜜蜜 你担心我呀 你找我什么事情 路易忍不住问道 今夏坐在了路易的对面 对他道 对了 我是想说关于灭胡式投资项目的事情 路易道 怎么 考虑清楚了 打算帮我管理投资项目了 今夏道 不是 我是觉得那份投资计划书有些问题 在写那份计划书的时候 我并没有考虑到国内外疫情的问题 可是 线下疫情比较严重 我觉得暂时不适合投资灭胡式项目 路易道 你考虑的倒是挺周全的 今夏道 那是自然 对了 陆总 这次国内外疫情对咱们单位会有影响吗 路易看了一眼今夏 问道 怎么 你担心我呀 今夏道 我自然是担心你的 今夏一句担心 让路易心情大好 随后安慰今夏道 放心 你的工资还能照常开 现在疫情具体会如何 还是未知数 好在我国的疫情已经控制住 只是国外疫情越来越严重 随时都有大爆发的可能 要说一点影响没有 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也不至于会影响整体的发展 只是 想要进军国际市场的目标 可能要暂缓一下了 今夏道 那还好 不过 我们与国外合作的供应商 是不是也应该调整一下了 我看我公司的灭胡式原材料 已进口居多 应该转回国内市场了 路易道 是的 供应部目前已经开始 重新选定灭胡式的供应商了 若是没有疫情 舅舅的灭胡式生产项目 倒是可以投资 只是眼下情况并不乐观 不是扩建的好时机 今夏道 等疫情过去 确实是可以好好考虑的 我曾经对比过国内外的 灭胡式产品差距 发现二者间差距还是很大的 从耐压实验的角度考虑 国内的某某家的灭胡式放电电流 要高于国外ZZ品牌的灭胡式 若是我们能提高 灭胡式产品的质量 销售空间还是很大的 路易听着今夏说得头头是道 看着他认真的表情 不禁笑了笑 今夏反问路易 道 你笑什么 路易忍不住赞叹道 我捡了个宝呀 今夏得意洋洋得道 你才知道呀 我看着你 不住赞叹道